在节目最后呢 带您来关心一下区块链的相关新闻 英国国家档案馆近期宣布将会在文档共享方面尝试利用区块链技术 据High Business房站消息 作为政府记录国家官方文件的机构 英国国家档案馆近期宣布将在文档共享方面尝试利用区块链技术 该档案馆已经与萨利大学和开放数据研究所等机构达成了合作伙伴关系 共同推出了一个全新项目 旨在利用区块链技术解决当前档案馆里的众多常见问题 该档案馆数字化保存服务经理表示 这一项目正在探索如何利用区块链技术防止数据被篡改 或是进行合法变更 据CoinTelegraph网站消息 立陶宛财政部近期发布了首次代币发行的综合指南 成为欧盟首批对发行ICU项目或出售虚拟代币出台明确准则的国家 立陶宛希望借助此举吸引ICU项目 投资者和企业家落户该国 这些指导方针涵盖了ICU项目的监管 公司 间接税收 会计和反洗钱等多个方面 亚太第一位是综合报道 好 那我们今天亚太商情就先到这里结束了 再次感谢泽源仓博士做客我们的节目 各个资讯呢 请浏览完TV的官方网站以及微信公众号 感谢今天的收看 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